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已經開學了 各位 想說把遊戲在228連假前慢慢破關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 而緊接而來的就是3月的遊戲了 那3月呢 阿伯也是覺得這次的遊戲多到爆 不過還是依照我自己的興趣來做介紹 那如果你有想要推薦給阿伯的 有剛好影片沒有介紹到的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你喜愛的遊戲 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這次的遊戲推薦啦 GOGO 字幕提供 臥龍蒼天與弱 面對未知的敵人呢 你會是一敗塗敵還是克敵之勝呢 這次光榮TOKOMO 把舞台轉向中國歷史的三國時代 當然這次負責超到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人王團隊的聽令獎啦 就阿伯自己來看 或者把這個當作人王的續篇三國版 可能不為過 就先行體驗版中呢 覺得大部分的操作方法跟人王差異不大 捏臉系統一樣也是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透過PS5有玩 感覺捏臉有進步不少喔 而沒有了魔力與精力的設定之後 取而代之的就是這次的氣勢計量表啦 玩家透過輕攻擊來增加氣勢 再使用氣勢攻擊按鈕 傷害也會隨著使用的氣勢多少來決定 而遊戲中的閃躲啊 化解還有格擋還有奇數跟神獸也會消耗氣勢值喔 當然如果玩家的氣勢值已經到負的時候啊 有些動作就暫時不能使用了喔 這個玩家可必須好好注意一下 不要跟阿伯一樣啊 在不能用的時候還狂喝水喝不起來 那遊戲中呢 他的裝備啊跟之前人王也是一模一樣 會有相關的屬性啊以及詞綴等 而招式的話呢這隻則是在武器上面喔 一種武器最多會有兩個招式 感覺起來啊跟人王好像玩法又有點不太一樣啊 鐵板啊以阿伯玩過的心得來講 有點像是加入了一些隻狼的小味道在啊 不知道是不是化解招式後所帶來的感受 遊戲中呢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設定啊 就是不屈啊也就是大家所說的事情 它有點像是啊動態的等級啊 玩家必須透過啊插起啊來提升基本的不屈 或者是擊敗敵人之後才可以提升 不過可要注意的是啊 每次在死亡後啊 這個不屈的等級就會掉到一定的基本值 不知道是不是像在防止 人王貓布加隱身直接衝到重點的方法 那玩家本身啊一樣也是可以升級的喔 升級的時候一樣可以點屬性點數 而這次呢是透過五行的概念來點 不過基本上啊覺得跟人王升級方式好像大同小異 話雖如此啊但實際上體驗版跟正式版應該還是會有一定的差異在啊 當然有興趣的玩家也可以在2月28號下載最終體驗版來體驗看看喔 如果你有XGP 那在上市的那一天你就可以透過XBus來爽爽玩囉 0月10的假變Remaster 0系列作品要重置了 對阿伯來說真的是太棒了 像我這種喜歡拍照攝影的人怎麼可能錯過呢 蛤什麼 你說我在亂拍照怎麼可能呢 恐怖的程度啊當然是可想的 不過或許現在啊隨著自己的年紀大了一點 再看到一些恐怖的畫面感覺好像也不會那麼可怕 不過要先講一下阿伯之前是沒有玩過他的無印版本 也就是他尚未重置的版本 所以自己內心啊還是充滿期待的 畢竟可以看得懂中文劇情 感受度真的會差很多的喔 當然也有很多人沒有玩過0系列的相關作品啊 簡單來說啊玩家會在戰鬥的時候 透過一台雛靈照相機 喔厲害啦 對惡靈來進行拍照 就是大家所謂的攻擊啊 與惡靈的距離啊 鏡頭拉得越近的時候 攻擊的強度就會更加強大 而在遊戲中呢 也可以透過升級相機的一些能力啊 或是換攻擊力比較強大的底片 來增加你的攻擊威力啊 不過啊 就正常人來玩這款遊戲啊 可能在看到惡靈慢慢靠近你的時候 已經在瘋狂拍照了吧 以目前啊官方的資料 Switch版的玩家 除了一般版之外 也會有發售特典版本喔 特典版的資訊啊 阿伯一樣放在畫面上 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款遊戲 你有興趣收藏的話 不妨提早預購喔 貝優妮塔起源 啊那個迷人的貝姐又回來啦 不過啊 這次啊跟以往不同的是啊 這次比較有點像是童話故事般的 手繪故事書的場景啊 並且訴說了貝姐的過去啊 玩家將控制年幼的貝姐 與她的死魔 踏入禁忌的森林啊 為了拯救母親而抵抗來襲的妖精喔 那遊戲中呢 需要操作兩個角色來進行解謎跟戰鬥 或許會有點手忙腳亂 不過應該多玩一下就會習慣了 那如果想好好體驗故事模式的話 放心 遊戲中也可以隨時變更難度 甚至是不損血的設定啊 可以讓玩家充分的享受劇情 如果想了解一下貝姐的故事啊 又想輕鬆體驗的話 這款遊戲或許可以考慮一下喔 時隔兩年多香香大腿煉金工坊3回來啦 這款作品也可以說是煉金系列啊 主角延續故事最多代的一個作品 而這一代啊 主要是以鑰匙之力啊 來貫穿這個系統主軸啊 遊戲中呢 總共會有四個地區 可以讓玩家進行探索 而這次呢 玩家可以操作的角色 總共會有十一個 主要冒險的地方呢 是以萊莎生活的庫墾島附近 出現了神秘群島 並且在島上見到以上巨大的門 而剛好也與這次的主題啊 鑰匙相呼應啊 鑰匙呢 有分為在地圖上使用的 有在戰鬥中使用的鑰匙之力 而玩家呢 也可以進行煉金術式來調製 恢復藥品啊 或是戰鬥輔助造具 在戰鬥中呢 一樣也可以進行角色的切換攻擊 並且使用切換角色發揮鑰匙之力 來進行爽快的戰鬥 隨著發現呢 不同的探索區域呢 你能獲得的鑰匙越來越多 那這個遊戲呢 有各種版本啊 如果你有玩過之前萊莎系列的遊戲的話 有保留紀錄 在遊戲中呢 還會再送你額外的Skin喔 相信喜歡這類型的玩家 應該不會錯過才對 吼吼 那個最貴的傭兵男人即將回來啦 而且這次是完全重製版 真的超令人期待的 惡靈古堡這系列的作品啊 我相信啊 大部分的玩家都有玩過這款遊戲 甚至看過了他的電影 而這次呢 惡靈古堡世代 也即將重製在各個主機上面喔 並且啊 在PS5上還有對應VR2呢 不過啦 阿伯自己是沒有買VR2的打算 我也不建議大家現在買 畢竟啊 其實現在遊戲還不多啊 改天我可能再來做一個 我為何現在不買PSVR2的影片好了 應該不會被Sony揍吧 那講到這個重製版呢 有在Follow官方的影片啊 一定都有嚇一跳啊 畢竟畫面之好啊 好到我都覺得 啊 愛蓄力真香 不過啊老實說 以現在的技術啊 所製作的重製版啊 或許啊 以這個畫面的水準 好像也不會過喔 而這次呢 重製版的內容中呢 QTE的提示啊 變得更加明顯啦 而且啊 在對方進行攻擊的時候 你還可以用小刀進行抵擋 這次啊 終於不用怕這個奪魂劇的大哥大姐啦 加上呢之前的角色劇本也有一些變化 感覺多了一些 喔 好像多了更多啊 不過啊 倒是希望這次的愛視力 不要太愛視啦 那模組的製作上呢 大家看看這個愛視力 跟以前Switch的愛視力 哎呀 怎麼差那麼多啊 太誇張了吧 雖然剛有講到啊 這隻小刀啊 可以使用抵擋攻擊來阻斷對方的進攻手段 不過這次的小刀 可沒有像以前一樣啦 以前的小刀是不會損壞的 但這次的小刀用久了可是會壞啊 或許這次版出來之後 搞不好會有無限小刀的拿法喔 那這一代呢 一直也是大家期待的一代 畢竟啊 這代的移植次數啊 可以說是系列之最啊 幾乎每一個主機 都有一直過惡靈古堡式啊 希望啊 這次製作人不要搞砸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搞砸吧 被搞砸應該會被揍啊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的三月遊戲推薦啦 那最近的遊戲啊 非常之多 多到阿伯都會怕 我目前手上還有幾款還沒消化完美的遊戲啊 搞不好 真的要等有空的時候再來玩啦 三月呢 其實還有很多發售的遊戲啊 那阿伯也會在影片後方列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這個是你喜歡的 或者是有阿伯沒有推薦到的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阿伯知道一下喔 接下來來閒聊一下 最近的生活小插曲好了啊 因為最近啊 可能在三月底 會再去一次日本 不過阿伯發現自己年紀越來越大了 走的路程真的是越來越短 如果有到六七千步 我應該就受不了啦 然後最近就跟觀眾問了一些鞋子 畢竟啊 如果人在國外又不能走太多啊 感覺這趟旅程 這個機票也是蠻花錢的啊 在這邊呢 也先謝謝各位觀眾 在直播中推薦阿伯的鞋子啊 非常感謝阿伯到時候有空呢 也會去店家試試看一下 看到底怎樣能讓自己走更久一點 或者是你有什麼 可以增加走路步數 或是旅程的最佳方法的話 麻煩啊 也跟阿伯講一下 不然這樣出去國外走沒幾步路 好浪費啊 可能真的老啦